以色列国防军的坦克 打头正在狭窄的 加塞市区火力压制 全面扫荡哈马斯 以军士兵带杀身冲刺 但是一进入街道 马上就变得很谨慎 紧盯着四周 是否有哈马斯的埋伏 建筑物的废墟内 疑似有伏兵 以军攻坚爆发激烈的枪战 还宣称他们解救了 一批加塞老百姓 护送他们离开 在另外一段 以军释出的影片中 可以看到以军的坦克 在滨海道路上行军 显示他们已经杀到海岸 在折返包围加塞城 此刻正攻入加塞的 心脏地带 不过越是深入加塞 就越是危险 哈马斯公布这段影片 民兵神出鬼没大忧击 在转角偷瞄到 前面有以色列的坦克或是装甲车 就发射RPG火箭偷袭 打了就转头跑 打带跑让以军防不胜防 以色列就承认 至今已经有44名官兵阵亡 怪不得完成包围加塞之后 进军的节奏明显慢很多 躲在掩体之内也不安全 哈马斯发现对面建筑物内 有以军士兵身影就立刻开火 但是无论哈马斯反抗多激烈 以色列人坚持消灭哈马斯 只是现在以军把加萨最大的 西法医院团团围住 院内2300医护人员 病患跟难民因为断电 岌岌可危 已经有6名婴儿不幸过世 以军还公布了这段画面 士兵趁着黑夜提出 好几桶的桶子 里面装的就是医院 急缺的染料要送到医院旁边 但是院内没有人出来取用 为何医院不敢出来拿染料 以军截获电话就发现 就是哈马斯官员阻挠 端出证据自清 没有伤害无辜 以军还说他们愿意 协助撤离医院内的新生儿 但说到底就是咬定 医院底下有哈马斯的指挥所 非拿下不可 说早就苦劝大家要沿着人道走廊 撒拉丁路往南逃命 但是逃到南加萨就真的安全吗 碰得一声巨响 人道走廊上忙着逃难的人 吓得抬头一看 不远之处就冒出浓烟 乙军还是照样发动空袭 但是这些难民连恐慌 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 顾不得安不安全 赶紧逃命要紧 联合国在加萨的难民营学校旁边 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大坑洞 原来这是前一晚遭到 乙军的炮火击中留下的弹坑 站去哪有安全的地方 难民们更担心他们人走了 可能真的没家可回了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谈到加萨的未来 批评就是因为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的失败 才让哈马斯能够掌权加萨 虽然他没有说死 会不会再度军事占领 但是态度已经很明显 不会把加萨政权 还给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TV全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